欢乐送二安迪2.0 惊喜多 安包开播就开船 欢乐送二于昨晚开播 前两集戏份几乎被安迪和小包总包园 在包总年人的后脸皮 围攻下两人关系进展神速 网友纷纷表示被新上线的安包夫妇 发了一晚上的糖 由刘涛饰演的安迪开场便和包子杨硕士 上演开船西马 看的人脸红心跳 两人漫步海岛的环节 更是隔着荧幕给观众撒了一把狗粮 不少观众都在期待第二季中安迪 2.0的情感和人 物设置会有什么样的全新突破 开播当日 刘涛一一集八套度假风造型 亮相便吸足了眼球 观众也不难发现 刘涛在服装的选择上与第一季大有不同 悠闲度假风凸显女人味 网友表示也更想看到 刘涛之后的风格突破 小S为姐夫汪小菲洗脚 现场脱袜子没有一点尴尬近日 一组小S与大S夫妇 录节目的照片曝光 小S竟现场给姐夫脱袜子洗脚 照片中 小S蹲着为姐夫汪小菲脱袜子 没有一点尴尬 而站在一边的大S 很不客气地揪其咬弓的耳朵 据悉 大S与汪小菲恩爱非常 已经诞下一双儿女 一家四口长长绣温馨天后内英的博士父亲 慈禧亲属 王氏后与华语流行女歌手那英 1967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他是清朝叶赫纳拉治后裔 叶赫纳拉靖芬 光绪的老婆 龙玉太后 家的后代 而他的父亲乃鸿生 也同样很有名气 香港科学院医学博士 因攻克世界五大男症之一的白血病 获得过美国国际名医药 双向金奖等多种殊荣 在国外医学界颇有名气 乃鸿生 1939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这位满足汉子精通医术 25岁就成了沈阳党工医院的主任医生 他其实是个不合格的爸爸 自从参加抢救一个白血病患者失败后 萌生了试制治疗白血病新药的想法 因此 他毕业时就立志用自己学到的本领 为老百姓解除病痛 当一个又一个活泼的生命 在自己眼前痛苦的消失时 他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痛心 面对苍天 从心里喊出了攻克白血病的豪言 之后十多年里 他没日没夜 一有空 就往地下室里钻 家顾不上 孩子顾不上 那应把成绩单上的二十多分三十多分 统统改成八九十分拿给他看时 他也没瞧出破绽 大笔一挥 在成绩单上写了四个字 继续努力 但谁能想到当年就是这样一个成绩 不及格的学生 后来竟然成为大明星 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 那应不断地为白血病患而捐款 他数次陪父亲出席白血病公益慈善活动 小S为姐夫汪小菲洗脚 现场脱袜子没有一点尴尬近日 一组小S与大S夫妇 录节目的照片曝光 小S竟现场给姐夫脱袜子洗脚 照片中小S蹲着为姐夫汪小菲脱袜子 没有一点尴尬 而站在一边的大S很不客气的 揪妻咬弓的耳朵 据悉大S与汪小菲恩爱非常 已经诞下一双儿女 一家四口成长袖温馨天后内英的博士父亲 此喜亲属 王氏后遇华语流行女歌手纳英 1967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她是清朝叶赫纳拉市后裔 叶赫纳拉靖芬 光绪的老婆 龙玉太后 家的后代 而她的父亲纳洪生 也同样很有名气 香港科学院医学博士 因攻克世界五大男症之一的白血病 获得过美国国际名医药 双向金奖等多种殊荣 在国外医学界颇有名气 那洪生 1939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这位满族汉子精通医术 25岁就成了沈阳党工医院的主任医生 她其实是个不合格的爸爸 自从参加抢救一个白血病患者失败后 萌生了施质治疗白血病新药的想法 因此 她毕业时就立志用自己学到的本领 为老百姓解除病痛 当一个又一个活泼的生命 在自己眼前痛苦的消失时 她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痛心 面对苍天从心里喊出了 功克白血病的豪言 之后十多年里 她没日没夜 一有空 就往地下室里钻 家顾不上 孩子顾不上 那应把成绩单上的二十多分三十多分 统统改成八九十分拿给她看时 她又没瞧出破绽 大笔一挥 在成绩单上写了四个字 继续努力 但谁能想到当年就是这样一个成绩 不及格的学生后来竟然成为大明星 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 那应不断地为白血病患而捐款 她数次陪父亲出席白血病公益慈善活动 小S为姐夫汪小菲洗脚 现场脱袜子没有一点尴尬近日 一组小S与大S夫妇录节目的照片曝光 小S竟现场给姐夫脱袜子洗脚 照片中 小S蹲着为姐夫汪小菲脱袜子 没有一点尴尬 而站在一边的大S很不客气地揪起药公的耳朵 据悉 大S与汪小菲恩爱非常 已经淡下一双儿女 一家四口长长袖温馨 二家三不变 还是蚂大到一家三不变